欢迎来到韩国流学通往 那么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汉词流畅的意思 那么这个经常说了 神奇的意思 那么要注意的这个 是一个不规则的音变 要跟这个母音结合的时候 要变成什么 怎么说 那么不足怎么说呢 那么跟哪一个很像呢 不足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下面优秀 跟什么差不多呢 意思差不多 那么下面呢 结实 简单反译成 对吧 那么这个呢 理直气壮的挺起腰板的 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我们上节课学过的十个单词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这几个形容词 第一个呢 富杂怎么说呢 복잡하다 복잡하다 那么下面的想法呢 那么心里面非常的复杂 什么意思 非常的吵闹啊 那么这个原型呢 是 那么这个批 那么这个批 这个批 这个批 也是一个不规则 所以要变成 所以要变成 所以加这个批 变成 批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批 我们看第二个 有意加大 有意加大是个汉字词啊 有呢 是有啊 那么 那么 是利的利啊 所以呢 有利 有利处 有益处的意思 有利的意思 我们看第一个 이 책은 아이들의 교육에 有意加大 那么 这个手啊 이 책은 那么 아이들의 교육에 对孩子的 这个教育来说呢 非常的有利啊 对什么有利 那么什么什么 에 有意加大 下面呢 건강에有意加大 请不吝点赞